中文新闻持续追踪 在公车上被呛瞎的这位要求 带着导盲犬下乘盲人朋友 他是视障家长协会的秘书长蓝介州 他说呢 社会上有太多人对导盲犬有误会 常常让盲人朋友好受伤 他是视障者家长协会的秘书长蓝介州 本身是全盲朋友 在看不见的世界里有他的陪伴 紧紧跟在身旁 不许每天就像这样 带着蓝先生前往上班 加油 蓝介州在1998年 曾货班十大杰出七年 也是目前第一位全盲的合格社公司 在许多大专院校生命讲习课程中 教大家如何尊重生命 目前在盲人家长协会担任秘书长 每天在卫士的陪伴下来到办公室 卫士州静静地坐在一旁 看着主人或是打盹 就像我的家人 像我的眼睛 他是我的朋友 很重要的是心灵的伙伴 会比较容易有那种孤独 比较容易感到孤寂或孤单 那有一个伙伴在旁边 其实感觉会比较踏实一点 对蓝先生来说 不许在他生命中扮演创的角色 即便工作累了 还是要替他马杀鸡 加亲情 我又就这样 我又去跟他面对面 然后就问他身上的味道 不许是第一只台湾训练的合格导盲犬 周英文指令 邓伟通 实际社会中还有太多人 对导盲犬不了解 让盲人朋友 还有导盲犬 受了误会 委屈只能 往肚里吞 终于学校训上次呀 请不收到